我们养护的三角梅是不是尽量出现这种黄叶掉叶的现象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可能很多花友第一时间想到就是给它补肥 其实它不是缺肥 而是土壤的酸碱度不够了 或者是这个土壤的结构出现了问题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 给这个土壤调节酸碱度 有些花友可能会想到用硫酸亚铁 其实硫酸亚铁我们给它用多之后 那么这个土它更加容易产生板结 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它用这种 习酸植物型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的话 它不单可以调节土的酸碱度 还可以调节水的酸碱度 同时它又可以改良这个土壤 让这个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 因为这种习酸植物型营养液 它是属于有机肥 所以不担心会让这个土壤变得绑结 那么除了三角梅会出现这种情况之外 我们常见的茉莉花 米兰花 月季 茉莉花 杜莲花等等 这种都是使用强酸性土壤的一种花卉 所以养这种花卉 我们经常给它补酸的话 可以让它的根系会更良好 简单的说 也就是它的胃口会更加好 胃口好了 土壤疏松透气了 那么自然它就会长得旺盛 减少这种叶片发黄 导致生长不良的原因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